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週三的晚上,俄羅斯杯第七圈率先開打 羅斯道夫將面對烏拉爾 雖然羅斯道夫在聯賽排名高於後者 但雙方近兩次交鋒羅斯道夫處於劣勢 兩隊今次杯賽交鋒實在難分勝負 羅斯道夫常年徵戰於俄超 雖然未有個硬實力支撐他們充冠 但至少無需於補組球隊為誤 過去兩個賽季羅斯道夫在俄超排名並不理想 但他們依然在烏拉爾之上 而本賽季他們發揮就有些超水準的味道 十七輪過後羅斯道夫位列俄超三甲 直訓到遠高於排名中游的烏拉爾 由於俄超揭冬期非常漫長 多隊都在熱身賽上尋找狀態 但羅斯道夫發揮實在令人失望 過去六場友誼賽中 羅斯道夫面對俄超球隊非負職網 法定時間內甚至毫無見暑 聯賽中大發神威的風扇雙槍 金烈真高和普洛斯 都無法比球隊帶來更多的幫助 禁抱俄輩面對同樣來自俄超的烏拉爾 羅斯道夫能守著和局已算完成任務 與羅斯道夫一樣 烏拉爾多年來都在俄超踢球 但球隊並未有交出可觀的成績 但連續多個賽季都僅僅補組 雖然烏拉爾競爭力 看似在羅斯道夫之下 但雙方過去四次交鋒 烏拉爾贏足三場保持不敗 有勢明顯在烏拉爾的一方 可見雙方戰術上 羅斯道夫有點被烏拉爾克制的意思 烏拉爾今季俄超低開高走 前八輪輸足七場的他們之後瘋狂追分 揭動期前已經提前擺脫了降班危機 最近熱身賽上 烏拉爾都兩次迫和俄超班百姓比德斯堡 球隊暗性不容輕視 背賽禁抱面對同樣在聯賽處於上星期的羅斯道夫 烏拉爾首回合戰和對手並不失禮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